我不是那种第一眼美女啊 真的是 她说话好讨厌 你就讨厌我来着 说实在的我十字无多了 你逗取人来也挺吓人的 我看你驾忆不了我 你又伤害了一个爱你的人 愿意 我40岁第一次听到一个人 用富裕唱一首歌 她是我命中最近那个人 我想做那个妥卿男人 你愿意吗 今天我在这里 遇到了第三个让我心动的女人 我希望你带我走 富裕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 即将播出 敬请期待 欢迎来到《江苏一世》 最新二月富裕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 有请主持人孟非 欢迎收看大新生活服务类节目 富裕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来到现场 我们的观众总是这么热情 我们前两天 我们栏目组收到了四枚印章 是一个叫柳星的 传客爱好者寄给我们的 现在在我手上 一共四枚 一枚是给《非诚勿扰》栏目组的 另外三枚是给我 乐佳 黄翰 我们三个人 特别值得说一下的 这个叫柳星的传客爱好者 他是一位高位结瘫的病人 他说他已经在病床上躺了九年 他在信中说 他的这个高位结瘫 跟那个著名运动员桑岚是一样的 从08年开始学习传客 但是他在信当中说 他说他的手指很不灵活 因为高位结瘫的病人 手指不灵活也没有劲儿 他是把转客刀 夹在手指之间指缝当中 完成的这四枚转客 而且他非常客气说 可能转客的水平不是很高 希望我们不要嫌弃 在这里我想告诉这位 叫柳星的朋友 这是我们收到的 我个人最值得珍藏的礼物之一 还有两枚在乐嘉老师和黄瀚老师手里 我呢 我听你想完这个故事以后呢 我本来是准备把它给珍藏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只是把它珍藏起来 不去使用它 是对这个柳先生的巨大的不尊敬 所以我认为从此刻开始起 我们要竭尽所能 只要一有机会就要用 用这个印章来代替你的签名 代替你的签名 对 黄老师 我本来也是想说这个 这个签名可以用这个 但后来乐嘉说了 我想那我最想跟他说的话是 希望他以后能多 再多看看《非诚勿扰》 希望我们的节目 能让他在病床上 更多一些快乐 他看节目看得兴起的话 以后多刻几个 说不定有一天突然神奇般的 他的功能恢复了 真的有可能这个心情 可以带来生理上的一些 对对对 好的 我们再次感谢这位叫柳欣的朋友 关键时间请出今晚 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有请她们 抓紧时间请出今晚 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有请她们 24位女生欢迎你们 请亮灯 新的上场的上号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谷慧子 来自北京 之所以会来参加《非诚勿扰》 这个节目是想让错过我的人 亲眼见证我的幸福 我觉得如果男人是容器 那么女人是水 想让水变成什么样 那么就取决于容器 我想找到一个 能够驾驭我的男人 但是如果你驾驭不了我 就不要阻止我人心的权利 谢谢 等一下 我有点没听明白 您刚才提到 让错过你的人见证你的幸福 错过你的人是指你的前男友 对 我的前男友 所以你希望这个节目播出了以后 有朝一日牵手的时候 当他看到的时候 然后他在心里面在流血 是这样的话 我倒是觉得还怀着深深的眷恋 没有 没有 老师是这样的 因为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所以 哎呀 那问题更大了 有这个想法吗 不很贵 我在这里也希望他能够幸福 然后我也想告诉他 我也会幸福的 如果你这话说得发自内心 我觉得就很好 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哦 你后半句话锋一转 跟你前半句的口风 完全不一样 你回去再好好琢磨一下 你对他的心 还没有完全放下来 真的放下了 真的 我确定 很确定 他说放下了 你说没放下 我们到底听谁的 来 这样吧 以乐嘉说的为准 好 总而言之一句话 希望每一个来到 《非诚勿扰》舞台的人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 男嘉宾第一轮亮相 获得不少于22盏亮灯 牵手女嘉宾离开之后 她们都将获得 娃哈哈营养快线 幸福牵线提供的 爱琴海之旅 女嘉宾将获得 奥康鞋业特别提供的 时尚水晶鞋 作为爱心纪念 同时我们节目播出过程当中 观众朋友也可以 登录我们栏目 在新浪上的微博 参与我们节目的交流和互动 我们重视你们提出的 每一条建议 准备好开始 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有请1号男嘉宾 尊敬的三位老师 美丽的24位女嘉宾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她不知道要说 她是不是硬生生地 把那个晚上 是不是硬生 她心想说下午 后来觉得不对是晚上 然后就 您继续不要受干扰 继续 我叫何柯 来自广西 何柯 欢迎你 来自广西 他们两位都说得对吗 大家 好 这是时间没弄清楚 对 对 我 我解释一下 你录像的时间是下午 播出的时候是晚上 所以这哥们儿 他搞不清到底该说 什么合适了 对 对 对 没关系 没关系 大家好 挺好的 看看阿克斯文女生 最喜欢哪一位 他在想欣赏一幅画 慢慢看 不着急 看好了 看好了 什么 忘了了 再看一遍 你瞧这份费劲 好 确定了 24位女生 24位女生 对何柯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7号 他太可爱了 我问你灭灯的原因 可爱是你灭灯的原因吗 不是就是他就太可爱了 然后就灭了 我是个俗人 您这样的逻辑我不太明白 您是喜欢那种可恨的 可爱的不要 不是就是他除了可爱 还有点磨叽 我觉得不太适合我 所以他就太可爱了 对 你一次把话说完行吗 好 谢谢你啊 我注意到24号 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 跟往常大不一样 为什么 我今天其实 有一非常不一样的心情 为什么 因为在上《非诚勿告》之前 我每次面对摄像头 除了穿这身运动服之外的衣服 我都没有穿过 所以这么多年的运动生涯 让我养成了穿运动服的习惯 也同时让我给大家的印象 是比较强势 比较好胜的一面 但事实上我想告诉大家 想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我另外一个不同的一面 然后我也非常的不希望 我自己还顶着过去的 世界冠军的头衔 在这儿孤方自赏 我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 脱下这层运动服 带我走进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中 我也渴望被人疼 所以我给自己最后两次机会 但是前提是 他必须是我命中注定那个人 谢谢 为什么会今天突然有这样的觉悟 在之前从来没有 养平什么原因 被乐老师骂醒的 你确定上次讲的那些话 对你有用吗 当时我其实挺难受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别人可以看不懂我 但乐老师你应该可以看懂我 然后呢 不过事后 我自己也反省了一下自己 我觉得您说真的没有错 我可能在很多方面 就会给大家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希望有一个男人 他能透过这身衣服 看见我的内战 所以我给自己追赴了一个机会 放下我的圣诞 最后两次 对 就是我们四期节目是吧 对 好 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 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我想起一句歌词 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 尽管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 哪怕是世界冠军嘛 是吧 所以那个能带走 给你带来另一种生活的人 我希望在最后 就在这四期节目当中 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 是吧 雅萍 你知道我为什么上次 要跟你用那样的方法讲话吗 是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 对你用温柔的方法无济于事 你需要一些比较强有力的 外界的刺激 来唤醒你那颗尘封已久的心理 哎呀 说得真好 我自己都听不下去啊 好温州州啊 在这个时候 乐佳扮演的是一个教练员的角色 有没有有点像 有一点 好 我们希望最后时刻幸福能够来临 好 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何柯 我是一个睿智 上进 有思想 有追求 坚忍 执着 自私面很广的男孩 之所以有这些性格特点 主要是因为自己是一个 比较追求完美的人 在我追求完美的人生道路上 有五个不太完美的选择 但这恰恰是因为我追求完美的原因 我第一个抉择是在高中文理分科的时候 听从了表哥的建议 选择了我自己并不太擅长的理科 因为自己想追求完美 让自己的文理科均竟的发展 第二个抉择 是我在高考填字院的时候 当时也是表哥给了我一些建议 就是我当时选择了 我并不是特别喜欢的自动画 这么一个功课专业 我第三个抉择是在大尔 选择双学位的时候 为了追求一个更加完美的 一个职业生涯 当时放弃了双学位 当时也是因为表哥给我建议说 你将来毕业之后 应该会比你现在的选择更好 我第四个抉择呢 大三那时候没有应届考研 希望能够早一点得到社会的认可 也是一种追求完美的一种表现 第五个抉择 因为我的辅导员给了我一个建议 可以先就业再择业 我当时呢就离开了武汉 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的完美 更加的丰富多彩一点 综上所述 我这五次抉择 都跟我追求完美有很大的关系 在我追求人真完美的道路上 希望有你相伴 看了这个片子 我想对你说 你最好回去吧 换你表哥来 我很想认识你表哥 你一直活在你表哥的阴影当中吗 我们知道 当你家里当中有一个亲戚 他很优秀的时候 你会把他当作你的榜样 所以说当时呢 我可能在这方面 会听从他的一些建议 但是也恰恰是那一段经历 造就我现在变得非常的有组件 非常的独立 你觉得你对你自我认知 追求完美这一点 认识得非常清楚吗 应该还不算特别的清楚吧 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点 我其实追求完美 恰恰是因为自己是一个 比较积极上进的人 用另一个词来讲 可能是因为我追求卓越 那么你会想着自己 要变得更加的 你知道追求完美的人 最重要核心特质的第一条 就是做任何事情 都是深思熟虑 而绝不轻率地下一个决定 从你刚才跟你表哥的过程当中 至少你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第一 你非常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 第二 你特别容易后悔 而且后悔以后 你会在同一个跟头里面 不停地摔跟头 因为你表哥给你的建议都是错的 但是你翻来覆去都不停地听他 只是因为完美这个词 听上去特别地棒 还有卓越 对 你向往的这个词 你向往的这个词 22号 你就说你特别追求完美 那你是不是生活上 对很多小细节都特别挑剔啊 其实没有 我是一个比较有包容性的人 我觉得一个有包容性的人 和追求完美是 并不是完全冲突的 我并不是说是 诸之必较的那种人 20号 就我看你的VCR说 您说我是个特别睿智 是特别有知识面广的人 那这些评价是您的自我评价 还是您表哥对您的评价 完全是我自己总结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心理学 还有一些哲学 还有一些哲学 还有国学 那我自己做过很多的人才测评 那我发现我自己 也是一个比较善于思考 然后比较善于学习的 像科教频道我都经常看 你说的那个频道吧 我听网上都在说有一个节目 你说在哪儿 一个老宅子里边 然后一直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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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上有电 他测的墙上有电 地上也有电 门上也有电 对 他们科学家一个研究小组 去测了很长时间 都发现很神奇的 各个地方都带电 在各种气候条件下都带电 科学家一直无法解释 最后这个节目播了两期 一期大概得有40分钟 90分钟之后 最后得出结论是 他们那电比是坏的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10号 在你的概念里边 完美的婚姻是什么样的 然后如果你在婚姻里边 发现婚后的生活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完美 你会怎么样 我觉得完美的婚姻 应该没有完美的婚姻 那你说完美的 还有这什么事是完美的 我特别想请教你 其实我所谓的完美 只是一种 你的一种思想的 一种追求的方向 追求一种不断地去完善的 这么一种过程 那在婚姻上 你追求什么样的方向呢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是一个比较自信的 然后比较的睿智的 然后这样的女 她是睿智 她要找个媳妇也要睿智 好 我们来看看下一条条件 我是一个比较重视 养生保养的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 我们最应该首先注意的 就是你的肾脏的保养 因为肾呢 为人先天之本 你肾功能好 你就会觉得 你每天都非常的有劲 一个男人 如果你没有劲 你活着有什么劲呢 作为我们男士 就应该注意保养 你都不注意保养 你怎么对得起来 你要学会美容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骤呢 就是你要解决 这个步骤大家都会 但是第二个步骤呢 可能你就忘了 或者你也不知道 就是要用点爽肤水 让自己的皮肤呢 酸甜平衡一些 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要保养一下自己的皮肤 如果你要用一点精油啊 或者是精华液之类的 我们会发现很多男人呢 也不太注意防晒 其实这一点也不好 如果你不注意防晒 你的皮肤会被灼伤 如果你像我这样 哎 戴上一顶帽子 你就会不会被太阳晒着 对不对 中上所述 我对男生的保养 都了解这么多 对女生的保养 我了解得更多 你先别问我 如果你想知道 那你就跟我走 我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你 兄弟 我主要一下 你是更加擅长保肾 还是更加擅长保皮啊 就是这个肾为皮子粉 你的肾保养得好 你的皮是那个皮脏的皮 还是皮肤的皮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肾脏 是你的皮肤的根本 你肾脏好 你的毛发就会好 哎呀 哎呀 来来来 怪不得 你能拯救我出水火之中吗 千年的艳芳 我还真知道几个 哎呀 但关键就是说 在这里我不方便 就是在全国观众面前 这样去透露 18号 你好 男嘉宾 我发现你蛮嘚射的 什么 嘚射 您就别学着说 北京那些嘚射了 我来这里学的 他们会说嘚射 你是这些话 都是跟7号学的是吧 他们会说嘚射啊 好 你凑合着说吧 那个你的平时那个眼神 知道除了耍太极 还有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 一个是良好的睡眠 积极的心态 适量的运动 再一个就是均衡的营养 平常可能会比较善于 就是补充一些 比较关键性的东西 真有艳芳 好好好 大家记下他的联系方式啊 以后你好起来了之后 也告诉我 许家平 24号 男嘉宾 你觉得我美吗 我觉得您挺端端端的 很端端 吓到了 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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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 那我想请问的是 在没有上《非诚勿扰》之前的话 我没有经过这些水平很高的化妆师 造型师的改造 我不觉得我自己很美 这什么外形上我不觉得很美 那以后 如果我们现在生活在一起的话 你是希望每次出去的时候 像我原来那样 素面朝天 爱画画不画 就基本上就这样 还是希望说 给你出门在外的时候 总是光彩造人 那如果你觉得素面 你觉得非常自然 那就素面好了 如果你想稍微撕一点淡妆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看下一条可片 我喜欢那种比较的自信 内涵 经济和思想 都很独立的女生 我也喜欢那种比较贤惠 顾佳的女生 当然顾佳还不希望 我希望你是一个能够上个 厅堂 下着厨房 嫌弃两母型的女孩 对于对方的职业呢 我希望她 从这些经济管理方面 或者是会计师啊 律师啊 教师 医生 公务员等等相关的职业 也就是说 最好的带狮子被 我会特别地喜欢 因为我将来也是一名 管理咨询师 培训师啊 所以说 我也希望她是狮子被 我觉得这样一些职业的女生 一般都受过很良好的教育 而且她们也有一定 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这样我们会有更多 共同的语言 您 您说是吗 您说之前两位老师 有什么话要说给她的话 听 我觉得可能就是 最后那个片子里面 讲到对女友的那种 职业的要求 是不是有点敏感了 我是蛮能理解 这个作为一个个人来讲 我择偶有这种具体的要求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其实你可以反过来想一下 如果我是一个 我是你的一个相亲对象 然后我就说 我得要那种经济条件好一些的 社会地位高一点的 我觉得这样的人比较有素质 你听我说这个话 对 对 对 有什么感觉 对 对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啊 啊 好好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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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会好起来的 我不会当老师 对 这个老师 我们要尊重老师 我们很崇敬老师 但是跟诗有关的词并不都好 好为人诗 你看 这就不太好 我给你一点小建议 如果我是你这么大的岁数 我去相亲 对面来一个女孩跟我介绍 他自己的时候张口闭口说 我妈说什么什么 我爸说什么什么 我表哥说什么 我一个表姐怎么 他要跟我连续说 他三次表哥表姐 我就会觉得幼稚 你都28岁了 还张口闭口说 你表哥说三四回 以后再跟女孩见面的时候 少说你表哥 你表哥在 你就跟你没关系 知道吗 再见 谢谢 其实我觉得追求完美 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关键就是说自己 希望走得越来越卓越 能够追求一种卓越的一种 一种生活方式 或者是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女友 我觉得只有真正的适合我的 才是最好的 我觉得将来在交往女友过程当中 我会找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 不会特别的拘泥于 他是否是一些私自备的职业 我觉得这哥们好像还想再聊一会儿 我一听到人说表哥 我就想起天龙八部里边的慕容 尤其下一位男嘉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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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西南宁市的陆全文 今年二十九所以谢谢 陆全文 欢迎你 你这一身衣服 这职业是运动员 不是 不是 好 我看24个女生最喜欢哪一位 你这手套戴着好使吗这个 挺方便 手的延伸这个没问题 24位女生对陆全文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13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走出来我就看不到你脸 你就戴帽子 然后就那个什么球那个 放在这边 走 我走出来 我怕你帅子这样 那倒不会 我都明白了你说的意思 5号 你也是从事体育运动方面工作的 您看这个 难道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我不太喜欢 他这身形透和类似这种 运动风格的 因为我在体育院校 或者这个领域里面 待时间太久了 然后就感觉他 看到他就是那种 一种哥们的感觉 而就是产生不了那种爱意 心动的那种感觉 不好意思 干这一行干时间 对 对 有点审美疲劳的感觉 好 我们来看他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西南宁的 种族小伙 陆全文 我们种族 每一个寨子里面 都有一个鼓楼 今天男女在鼓楼下面 每个晚上都有一些勾火晚会 有点像今天的派对 而我的老一辈 早早离开了寨子 来到大城市 我自然就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现在我在一家汽车4S店 任销售经理的一个职务 还有兼做一些 国际贸易的一个业务 平时都是很忙 但是我也不忘了 以特别的运动 来放松我自己 这就是我的另外一个世界 棒球是一个团队运动 而且用的都是脑子 还有什么 我们的体能 我像始终如一喜欢棒球 那样喜欢你 至死不渝 来自洞族 这个民族以前没有来过吧 没有 你们洞族的青年男女在一块儿 有没有相对于其他民族 比较特别的一种 表达爱意的方式 出来很久了 已经就没有太讲究 他已经被完全汉化掉了 对对对 每一个村子寨子都有一个鼓楼是吧 对 我们这个江苏电视台 也靠着鼓楼 我们那个是铜鼓 我们也是 6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来自云南 云南也是一个少数民族 非常多的地方 但是洞族比较少 您能向大家说一下 就是洞族在婚上嫁娶这一块 有什么习俗吗 没有没有太多特别的 他现在是披着一层 表面上来看洞族的外衣 其实已经每一个毛发 都跟汉族没有任何差 如果他自个儿不说 没人 你跟他过30年 你都不知道他是哪个民族 完全有可能 谢谢 20号 男嘉宾 你好 我也是从南宁来的 你好 但我有件事特别好奇 就我从小到大 没有一个认识的朋友玩棒球 所以我想问一下 您是怎么接触这个运动 因为我们家在学校 学校的话呢 早期会有那个日本的一个学校交流 有捐赠了一批那个棒球的器械 还有那个教练过来 所以说我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接触这一块 好 下一条短片 之前谈过三次恋爱 失败的原因我总结了一下 一个是自己太忙了 第二个说话说得太绝了 第三个身边总有一些朋友 男男女女都很 总有一些误会 我比较喜欢长头发 没那么矫情 最主要是也能和我一样 喜欢我的棒球事业 我不喜欢那种没有独立性 我觉得独立的女性有两点 有独立的思想 没有那么黏人 刚那些要求吧 我就想了很久才说出来的 其实我是一个很 没什么要求的人 可能太没要求了 所以也太难找 真的要请三位老师帮帮忙 20号 20号是最后留灯的 哎 两个都来自南宁的条件 你们要牵手了 一块回南宁 我觉得您这挺好的 你有问题吗 20号 就是那您现在还很忙吗 现在我还比较忙 你知道人家问电话的意思吗 我知道 但我也要正面回答 好 她的问题问完了 20号还留灯吗 那对不起 可能您不太适合我 因为我也特别忙 谢谢 那你自己总觉得 我前面失败的原因是 但是我第一条就是特别忙 人家问她 那你现在忙吗 她说我现在还忙 其实你就是哪怕你说了 我知道她的意思 但是我要正面回答 你也可以再加一句吗 虽然还是忙 但是我一定会抽出 足够多的时间去照顾我的爱情 然后我还想接着问一句 你那个第二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话太绝是什么意思 刚才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 这就叫说话太绝 其实刚才你那个回答 如果按黄老师那样说 20号的灯是有可能留下去的 但是你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方式 看来真的你要好好 自己性格表达方面要注意 再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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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号女嘉宾灭灯也挺对的 因为两个人都太忙 没办法有时间交集在一起 直接一点倒反还还好一些 免得到后面 两个人真正交往了以后 才发现不合适 太辛苦 现在我在一个世界上升期 可能忙的话也要再忙几年 至少可能要等到32岁以后了 所以说可能到很多女生 不能够接受这个时期的我 那可能这个时候的我 也不太适合有感情吧 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 我们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 编辑短信81166 加女嘉宾面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想要征婚交友的朋友 可以登陆我们官方网站 和江苏卫视指定婚恋网百合网 或者QQ家园真爱网报名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追求你们的幸福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非诚勿扰》的《非诚勿扰》 叫 보통1005 《非诚勿扰》 现场的观众朋友 24位女嘉宾 王瀛老师 乐嘉老师 孟非老师 大家好 孟茴老师有点紧张 现在开始说吧 那个我叫李涛 来自北京的湖南人 今年27岁 希望能够在这里 找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谢谢 李涛 欢迎来 参观DBL日期的别人 不喜欢哪一个 24位女生对李涛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3号 男嘉宾 您好 你好 就我个人而言 我不是特别喜欢瘦小 而且戴眼镜的男士 不好意思 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 12号 阿丽 你好 不好意思 我觉得你气场太小了 我怕你驾驭不了我 谢谢 没事 没事 我们来看他的基本质量 嗨 大家好 我是李涛 大学毕业以后呢 一直辗转于很多的城市 但是现在定居在北京 三年前我和朋友一起 创办了一家教育培训学校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开始上数学课 因为接触的圈子太小 是很难接触的女生 所以现在一直单身的 就连我的学生都在替我着急呢 我是一个湖南人 因为父母做生意的缘故 从小呢 我很多的时间都住在亲戚家里 这期间我体会到了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微妙的关系 曾经的我性格有点冲动 有点暴躁 但是现在的我性格沉稳 内野 平时呢 我总是喜欢思考人生 人为什么要活着 我觉得人应该要活在当下 要追求自己喜欢追求的东西 即使没有追到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我问你 你小时候寄人篱下的这个生活 大概过了多久 这个一直都断断续续一直到我上大学 那所以 那还有十年吗 差不多 这个有十年 是在一个亲戚家还是不同的亲戚家 基本上亲戚家里都基本上住过 这些亲戚和你爹娘的关系还好吗 都非常好 都非常好 对 那你都非常好的话 这个就算待在他们家里面 他们也会把你当成很亲的 应该不会有 寄人篱下只有在那种 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懂 我懂 就是像那个林黛玉 她不是也是住在她那个亲戚家里吗 对她也非常好 但是确实没有在自己家里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还特别特别微妙 然后好像林黛玉是不是说 不可多说一句话 不可多行一步路 我能举个例子吗 就是你住在自己家里 如果你关门的话 你就可以随手就把这个门给关掉 但如果你是在别人家里的话 你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你会把这个门轻轻地关上 你要不要去打扰别人 所以这个如果是十年的话 应该会让你在某些方面的情感 变得特别的敏感和细腻 对对 我觉得我这个心客 还是比较细腻的 9号 刚才在影片里面 你有提到说 您的人生哲学就是 认为自己要去追求 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想请问一下 您现在的追求是 因为我办这个培训班的话是 其实是我朋友那个 让我一起做的 我其实我的这个方向不是这个 其实我一直是想做餐饮的 所以我来这个节目之后 我其实我是准备回家 跟我爸妈一起重新创业 然后做那个餐饮业的 这个可能是我以后的目标 了解了 谢谢你 谢谢 那你这片子播的时候 让你去做那个什么教育培训的 那朋友看了不要紧 这个没事 我们之间已经说好了 好 没事 4号 刚才您提到就是从小 你是在亲戚家长大的 那我想问一下 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就是 你影响你的家庭观念 会比较淡薄一些吗 没有 我恰恰认为这个 让我能够更好地去 那个体会别人的这种感受 谢谢 你女朋友吃素你不介意吧 吃素 我什么素 不是 吃素 不吃荤 素菜 荤菜 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她的下一条短片 一直以来 我都是非常勿扰忠实的观众 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能够上这个舞台 因为对我来说 这个舞台太遥远了 直到有一天 7月3号 它出现了 我能够感受到 我自己突然心动的感觉 我喜欢它的声音 我喜欢它说话的方式 一定要找办法来到这个舞台 哪怕是见她一面 也好啊 但是我知道 我自己没有那么优秀 我怎么样 才能够上这个舞台 想来想去 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直到看了单身男女以后 不要去吧 我们已经等了 你们男主角 吴燕祖 用赋语的方式 对他喜欢的女生表白 因为我就觉得 我也可以 而且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学会 学习赋语的过程 艰难 发胃 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来 开始念 到了晚上12点多 也还在念 嗓子疼 一想 当那个爆破烟发出来的时候 当时心里特别的激动 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个玩偶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 应该到这儿看得出来 是为某一个女嘉宾来的 但是她提供的 我们能够分析的那些要素 是7月3号 那么还又说到了一个 她说话的声音 她那种表达方式 你能不能具体形容一下 就是我听着 就特别特别地喜欢 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甜美啊 对 听着就特别 再也难听的声音 在她耳朵里面 都是甜美 都是甜美 对啊 是的 是的 那她说话的方式是什么样呢 就是 然后跟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样 往前 往前不一样 比心兰也不一样 还有谁呢 记得你要说都不一样 对啊 郑孝美也不一样 谁跟谁 杰彦琳也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孝敏小业都不一样 对啊 你说许家平 周雨薇 谁都说话都跟别人不一样 不然就听着她的那个声音 然后觉得特别特别地喜欢 我想问一下 非常好奇 17号把灯留着 你认为会是你吗 我不知道 我7月3号来的 你有7月3号来的 我想问一下你留灯 上次已经有一个人为你来过了 你觉得 所以我觉得值得问一问的是17号 你现在是留灯是觉得这个女 她有可能是为你而来 我不知道 所以想看一下 灭了吗 灭了吗 哎 什么 你什么意思 你又伤害了一个爱你的人 你怎么可以做这么 哎 你已经伤了多少 我 你认为我问这话的意思 是让你灭灯吗 她说声音有点那个嘛 讲不明白她 说她 是吧 你认为是18号 但是你留着灯 也觉得也可能是 7月3号来的嘛 我想 本来想看你叫我慌啊 什么时候你发烧了 来嘞 好 18号倒是说话声音 方式跟人不一样 那你现在告诉我们 为谁来的 苏彦君 好 他说话方式倒确实跟人不一样 说话啊 你现在 对 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 难以忘怀的一些词汇 比如 那个白车 白车 白车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普通 那扎 那扎 对 那扎是吧 好 你现在有 现在面对他 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我是想用那个娃娃 然后唱那个我愿意给他 来 你可以用俯语来唱歌啊 是 是的 是的 傅语 傅语就是那个嘴巴 嘴巴 就是武林小说当中看到的 天龙八部里有 对对对 那个这种 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吗 因为我开始自己做了一遍 好几遍 然后做得不是很好 然后正好我那个合伙人 他会针线活 然后他给我做的 这个做起来复杂吗 复杂 要是做一堆一点的话 那就不行 我弄 你那个哥们帮你一针一线弄出来的 对对对 我怎么觉得 他是外边买了一个娃娃 把他嘴剪开就可以了 对对对就是买一娃娃然后 把嘴剪开 对 这个也特别特别难了 你就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他们还一针一线缝起来的 对对对 就是买一娃娃一剪刀 把人嘴给剪开 他会说话 那小伙子会说话 好 复语就是不张嘴能说话 对 而且还有情感 这个难 好 来来来 对他说吧 我想说跟大家一起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也是我40岁第一次听到一个人用富语唱一首歌 不张嘴 我一直在观察他 他要练成用富语把一首歌唱出来 应该相当不容易 你看苏彦君哭着 旁边朱琳跟着也哭得不行 我看上次为你来的那个人 你也没哭成这样 就是别人的故事更容易打工自己是吧 而且他这个我愿意 他至少有一件事情他做到了 我愿意为你 有的时候仅仅是说说而已 他至少可以说 我愿意为你花这么长的时间 那么辛苦地去学习这个 学习一门 盖世武功 来 好 是 我觉得他把这个好像 还没有渲染到那样 我觉得这应该很难吧 那个网上说这个 要把那个报复音发出来 至少要三到六个月 我六天就发出来了 对 我也是看过这个 至少可以理解为 你真的是特别强烈的愿望 导致你的那种生理上的那种 适应和变化 比其他人都要快得多 18号 听完这首歌 你看旁边几个姐妹 刚才给你的那张 那个纸是从13号 李星南那边传过来的 谢谢 你看把旁边17号弄得 就搞得像他的事一样 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我记得苏彦 苏彦上台的时候说过 只要我做好一个好女人的本分 就一定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找到自己想要的火星男 我想做那个火星男 你愿意吗 现场的观众都按拿不住了 你们想说什么观众朋友 不过这个事情吧 爱情这是一个私人的事 它不会跟着大家的意愿走的 我们还是听一听 苏彦君自己的想法 你有什么话要告诉他 我这次真的要叫白车了 因为我很激动 其实我曾经也幻想过 有男生为我而来 但是我又很矛盾 又怕如果那男的 如果我不喜欢拒绝他 我会伤掉他的心 因为我不想杀害任何人 也不想杀害自己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喜欢我什么 我就是听到你的声音 我就非常的喜欢 然后你那个性格也是那种 风风火火的 做事应该是干脆逆落的 我就喜欢这种 你愿意跟他走吗 我先说一下 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 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梦想 就是找一个好男人 然后组织一个小小的家庭 然后就这样子是我的梦想 但是 但是我很矛盾 我又是一个讲感觉的人 然后就是我情愿跟没感觉的人 是那个路边摊 也不愿意跟有感觉的人住别墅 我曾经说过 然后 你确定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不知道 他已经激动到了 我被你震惊到了 来 我们再说一遍好吧 你把那话倒带 我们再说一遍 我说宁愿跟那个 想清楚 慢慢说 不着急 你情愿跟 有感觉的人吃路边摊 都不要跟没感觉的人住别墅 对了 恭喜你 你刚才不是这样说的 好 有眼晕了 我们以后一次为准 好 谢谢 然后我曾经也站到那舞台 说我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就是我会对人家负责任 对我负责任 那其实说实在的 我十字无多了 就 我就 什么 什么 什么叫十 你得了什么绝症吗 没有 十字 他说实意无多 对 我听的是实意无多 他说我实意无多了 对对 因为我连绩也一把了 我真的很想找人 你把你所有听过的成语 都非常不恰当地用了出来 你说你实意无多 像我这样的人活在世界上 情何以堪呢 来 这样 大家都等着一个表态 你可以说话 你现在先回答男嘉宾 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剩下的话 说完你的那个 yes or no之后再说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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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在的我很感动 但是我对他没感觉 不愿意 不愿意 有愿意 这个 这个其实我 我上来我真的没想 牵走这个苏彦局 真的 因为那个 那个乐嘉老师 曾经说过一句话 梦中情人想一想就好 就特别开心 要想牵走他 就会特别地痛苦 所以其实我 我上来我真的没想要牵走 能够见一见 但你还是必须要 感谢梦中情人 因为梦中情人的这种力量 促使你在短期时内 学习到了一门绝世武功 而这门绝世武功 必将产生 在很快的时间 将会产生 吹呼拉朽般的力量 为你带来 你无法想到的 无法想象的很多奇异 他这个绝技 在这儿给苏彦军用过一次了 你说他下次再去谈恋爱 再用一次的可能性就不大 那么多人都看着 对吧 他可以换唱其他的歌 换唱其他的歌 应该说没有问题的 这种绝技 很多女孩看到了以后 都会被震惊到的 震惊到的 谢谢 谢谢 对了 我想把这个娃娃送给苏彦军 我 我 好 去吧 好 好的事情 最后就要结束 感动是分 就如是帮忙着 谢谢你 好 谢谢 谢谢 秀燕君 今天虽然没有能够和你牵手 但是我并不后悔 因为我当初学这个富语的时候 我其实就想过来见一见你 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想法 我要感谢你 能够让我有勇气 能够上这个舞台来见你 我也要感谢你 能够让我有这个决心 克服了以前我想都不敢想的这些困难 在这里我祝福你 能够早日找到自己心目当中的火星来 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会继续地喜欢和关注你们 现场的观众很擅长闹洞好 但是还有我机率应该露出 你 你这个 应该让他们 你这个臭气量就是 我不像吗 猴瑜 猴瑜 你不是在腹部发音 你就是在 不过是没脏嘴在猴腹 咽咽 他那个不是 就是没吃药以后就这样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郭鹏 来自北京 今年31岁 郭鹏 欢迎你 看看对面24个女生最喜欢哪一位 长得像小一号的王志志 24位女生对王志志 对郭鹏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大家 14号 我看着你不说话我也难受 我一听你说话我也难受 我在两种难受当中选择了 让你说一次 就还行 他跟13号关系好 两个人都是这样 你反正什么时候想说 你叫我也是 我估计你想说话能把我惊到 我们来看他的基本资料 不行 不行 这个也不行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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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不行 不行 这个也不行 哈喽 大家好 我叫郭鹏 来自北京 现在在一家日起书 担任质量管理部门的经理一职 平时工作的主要内容 主要是在生产过程当中 发现了问题 我们要对它进行原因分析 从而找到相应的对策 让这样的问题 不在以后的生产过程当中 再次发生 从特长方面来说 小时候拉过六年二胡 那时候民运一直没有考级艺术 所以说也没什么笨头 后来就改打篮球了 在高中期间 被评为篮球的国家二居运动员 在工作当中 我是一个比较心细的人 这是对于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表现 但如果把这种心态 带到生活当中的话 可能并非是一件好事 记得有一次买笔记本 因为表妹那个很小的华商 我让老板给我换了第五台 我才买到自己心意的笔记本 最后老板都疯了 其实我爸也挺累的 但是我现在已经改变很多了 不会把太多的工作 带入到生活当中 谢谢大家 你跟女朋友上街买东西的时候 也这么挑东西吗 我一般会帮她怎么挑东西 这个是你天性的 还是因为在日期里面 时间长的是吧 包括做质量管理 应该说有一定的这个职业病吧 因为我干品质 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了 最初可能 应该有这方面的可能潜力 但然后那个在工作当中 然后有了这样的这个工作的经验以后 然后逐渐就有了这样的性格 我在看她那短片的时候 我也在反思自己 有没有什么一些职业病方面的毛病 对 我觉得以前啊 我跟朋友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 大家聊一个话题 哎 我有兴趣多聊几句 没兴趣少聊几句 现在我发现我得一种毛病 一大桌人 大家在一个晚上吃饭 喝酒挺高兴的 我也不说什么看高兴 你说 你说 那个人说 你别 你先等一会儿 你先别说 你说 你说 你说完 好 现在你说 我跟你说 这也不好 20号 做这个工作会不会上下得罪人呢 就是您老是挑毛病 下面就肯定经常要加班 要上班 加大了公司的成本 就会不会特别难呢 在这个位置上 那您的意思是 管它什么产品 弄出来都卖给我们 其实在公司里面 那个就品质方面的人员 一般都是唱反调的 就是因为它和生产 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是这样 我觉得您做得好 我们的中国消费者 就希望多一些像你这样的人 我们买到的东西 才靠得住 我才靠谱 知道吗 17号 就是你在选女朋友的时候 也是这样老挑毛病吗 在原来是有一点 现在没有 就是有的时候 现在好了 你对我今天的这个新造型 有什么意见吗 我们有个女嘉宾说 我今天开摩托车来的 不是 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 风太大 我可能下一条都别了 我曾经有过四段恋情 上一次恋情主要失败的原因 是家庭差异的问题 在我和她交往的 三年的时间里面 我没有见过她的父母 也没有见过她的朋友 她总给我 只想谈恋爱 不想结婚的感觉 我在感情方面 也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 总能看到对方的缺点 而没有看到对方的优点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有三种情况不太适合我 第一就是家庭差异过大的 我还是希望找一个门当户对的 第二就是 有恋父情节的女孩 可能不太适合我 因为我本身就是 特别是一种女生 再有就是 我不接受异地恋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异地恋最后都没有成功 所以我的理想女生呢 在性格方面 我希望能够找一个后母一点的 我的心比较内向 比较细 那么我希望找一个 性格开朗一点的 但是不开放 另外一点 我是外表协会的 第一演员非常重要 如果要是说第一演 看得不是非常顺眼的话 那么很难继续有 6号 您所说的恋父情节 有什么具体的说指吗 是这样 就是在我看来 恋父情节的主要是两个原因 就是一方面可能 女孩的心智不是特别地成熟 然后她希望找一个 像父亲一样的这种感觉 有父爱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可能就是她的父亲比较成功 然后她重担她父亲的 她已经有了一个标杆和启度 对对对 然后经常会拿你和她老爹 去进行对比 是这样 是这样 12号 我觉得您追求细节 是不是有些过度的极端 然后您觉得就是这个细节 带给您的正面影响多 还是负面影响多呢 应该对于现在来说 我觉得是负面影响比较多 所以说我刚才在短片里也有介绍 就是现在应该也有再改吧这样 15号 好 王倩还有问题吗 就是看完最后 就是从现在开始以后 都是看完 不管是有两个还是三个 都是看完最后 你是所有男嘉宾的保护神 在做绝对 好 我支持你这样 看她的朋友在哪 郭鹏这个人吧 个儿挺高的1米9几 但你别光看她个高 她买不到裤子 没她那么长的 然后她这个人还有一毛病 怕狗 一见狗她动都不敢动了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 画牢 别人说一句两句 能说明白的事 他非要说十句八句的 光怕你听不明白 我觉得郭鹏是一个工作 认真细致 谨慎一丝不苟的 他就是墨子 郭鹏是一个讲求生活细节 注重品味的人 其实他就是事多 请大家一定要选他 给他亮灯 各位女嘉宾一定要慎重考虑 大家不要信他的 我说的他是真的 我想问问那姑娘是什么人 那是我的一朋友 挺实在的 15号 就是我也怕狗 你也怕狗 她也怕狗 对 你说这个话的意思是 就是 就是我灭了 你要灭灯了是吧 但我不是故意的 就是不是诚心为了说这句话 就是从今天开始 以后都什么 我都等到第三条片子放完 对 好 好 像你这么优秀的 条件这么好的 节目完了之后 你的联系方式播出之后 一定会有很多的女孩 跟你联系 好吗 谢谢孟非老师 再见 谢谢老杰老师 谢谢黄寒老师 谢谢大家 这次《非诚勿扰之旅》 虽然失败了 但是通过上了《非诚勿扰》 这个节目 然后把我的工作 生活以及感情的这种想法 都捋顺了一遍 这样对于我今后的工作的发展方向 包括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 还有我寻找另外一半是什么样子 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我叫陈思如 我叫陈思如 今年32岁 来自上海 谢谢大家 陈思如 欢迎你 肖明条 你听完他的艺术厂的介绍 你好 你有何感想啊 不好意思 男嘉宾 我仿佛听到了 我的相应好熟悉的感觉啊 对啊 对 我也是来自台湾 去年十月过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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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来自台湾 对 你是台湾哪里 我是台湾桃园 你呢 你是花莲 对 我也是桃园人 你住哪条街 你住哪条街 我住新中街 你呢 我也住新中街 我住复兴街 我住复兴街 诶 不会到我家隔壁吧 诶 真的是诶 你住诶 真的是诶 你住哪条街 我在忠孝东路诶 台北 你刚才说的这两条街很近吗 很近吧 有多远的距离 应该住在同一个区域差不多 为什么我觉得你对她的兴趣好大 她看到你的兴趣好像很一般啊 她说话好讨厌耶 来 你看看对面24位女生 最喜欢哪一位 24位女生对这位来自台湾的男嘉宾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请选择 4号 男嘉宾你好 其实是因为距离的问题 我应该灭灯的 但是我觉得台上台湾那位女嘉宾 对你特别感兴趣 我想对她支持一下 好 来 9号 其实台湾没那么远啊 两个小时在飞机就到了 对 真的 而且我现在在苏州 很近离上海 坐动车很快 苏州到上海 坐什么车都快 那个贤兵乔 你到底是因为是遇到同乡 觉得很激动 还是真的对这个男嘉宾很有好感 同乡吧 同乡 对不对 我觉得她觉得好感也一般了 只是肖明潮的表达方式 好像已经恨不得马上要嫁给他了 哎呀 而且他给我感觉就很像隔壁 隔壁的大哥哥啊 好 今天你看到你哥 怎么把你嫂子领走吧 我们来看这一集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陈思如 然后在台湾长大 去年十月来到上海工作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 我常常需要跑很多的地方 我喜欢吃各地的小吃 还有大吃 我觉得吃小吃能够看出当地的生活 而吃大吃呢 在看出当地的文化 我喜欢旅行 尤其是自助旅行 那其实旅行 我觉得不用花很多钱的 比如说我曾经去过巴黎 连吃带住呢 每天都只花了二十个美金 我还是玩得非常的开心 我希望我的人生来不断尝试新的东西 来增加生活的精彩度 所以我参加过了三次的铁人三项 也曾花了二十三天的时间 去渡美国 去新西兰蹦击 我们全家还一起去跳闪 跳闪前必须先买保险 因为我们全家人都在飞机上 我们不知道把受益人舔谁 17号 男嘉宾 你好 你挖表看上去特别斯文 那么我想请问你有没有爷们儿的一面呢 应该有吧 我觉得 铁人三项 对呀 我问你酒量怎么样 酒量 说实话 不用谦虚 对 还好 新门高粮能喝多少 对吧 就大概不到半瓶吧 可以了 金门高粮能喝半瓶可以了 你这样可以喝死乐家实惠 朱琳喜欢这个17号 喜欢喝 喝酒 孟爷爷 我有点喜欢他 我替你问了酒量吗 喝半斤 金门高粮能喝半斤 能及格了吧 16号 我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有些时候 有些女生一开始看 我觉得好漂亮 然后但是相处久了之后 会觉得说 她好像有些没那么喜欢 但有些时候 有些女生看起来很OK 很不错 但是越相处的时候 越喜欢她 所以我其实会比较 我比较喜欢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你还蛮不错的 谢谢 好 谢谢 14号 你觉得你是老实还是木啊 木 是什么意思 木 木 木头 就是比较死板木论 应该不木吧 我觉得我应该不木 那你是说你老实呢 不是木 就是老实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对 那我是老实 那还有你说 你喜欢她那种 你觉得挺好 你刚才说了两种嘛 两种女孩 那你觉得我是哪一种啊 这是她问过最有水平的一句话 她到这儿来已经有两个月 没怎么说话 你回答她 她属于哪一类 我觉得你定演很漂亮 对 然后只 就是以后就很差对吧 还没有到以后 我们才刚开始认识 我没有跟你开始 我就说你对我的感觉 就是觉得金玉奇表 是吧 还有一句话你知道的 哎呀 你还会说金玉奇表 这个词 我真的好难想象 还有一句话我不说了 你知道的 你的意思是这个吗 有些人内外都好啊 所以你至少前面 已经是金玉奇表了 其实你一点不老实 我也会为表情 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对吧 你就讨厌我来着了 好了 好了 开玩笑 不逗你了 谢谢 好好好 好好好 你逗起来也挺吓人的 我是长时间没听你说话 我也经不住这种惊吓 我们来看看 她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下一条短片 我喜欢有感觉的女生 那什么是感觉呢 那对我而言 感觉等于长相加气质 还有缘分 那长相来讲 长得顺眼就行了 当然漂亮的程度也不封顶 气质就是一个 女生给的那个氛围 我喜欢那种名利中 又不是亲切 然后古典中又带着一点点时髦的感觉 真正相处的生活也是挺重要的 我觉得好的相处的生活等于交集加兴趣加沟通 那对我来讲 我觉得生活和工作是一样重要的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女朋友呢 不要把重心全部都放在工作之上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其实很大的一部分 是要共同经历过许多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跟我的另外一半分享这样的一段日子 所以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够不要相隔太远 谢谢 9号 我想问一下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也接触过一些台湾的朋友 我有两个共同的感觉 第一 台湾的朋友都会说话 都很会说话 第二 男人啊 我说的 酒量都还可以 我想问一下 像他这样的男人 在台湾在女孩当中 是属于受欢迎的那种呢 还是属于一般的那种 我觉得非常受欢迎吧 为什么呢 就感觉很斯文有理 而且给人家待人又亲切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刚刚有提到说 他比较不是光看外貌那种 他是种相处跟沟通这样 那只能说明你哥哥非常会说话 可是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 我不是那种低眼美女啊 所以就觉得听到这种话 觉得心里感受特别的好 7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想问你 你喜欢就是没事 爱捉弄你的女孩吗 就是类似于就是没事的时候 拿脚趾头掐着你 拿脚趾我 应该可以吧 我不知道 他在人生记忆当中 没有这一刻知道吗 可以尝试 可以尝试一下 好 最后一段提问了 17号 最后一段VCR吗 对 等一下 怎么了 激动了 有点激动 这个时候就没什么问题 就是我想跟你走 你关注我一下 OK 我想讲话 好 来 男嘉宾 男嘉宾 我来到《非诚勿扰》 已经很久了 在刚刚走上这个舞台的时候 我曾经为两个男生留过灯 他们都没有选择我 之后也有余果和马超 要为我走上这个舞台 但是我依然没有心动的感觉 今天我在这里遇到了第三个 让我心动的男孩 我希望你带我走 好 还要做得已经很明白了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上去灭掉三盏灯回来 在哪里 要死定了 你走 快点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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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盛笑美的出现 让人们 让很多中国男性 不再看韩剧 就看《非诚勿扰》 三个女孩十项基本资料 你选一项继续了解 对 做家务的能力 做家务的能力 来看看三个女孩的回答 16号 家务都比较拿手 尤其喜欢煲汤和做面食 11号 大部分都会 但是不太喜欢做 会叫终点工来整理房间 韩国的家常菜一般都会做 17号 很擅长做饭 川菜 上海菜都不错 但是除了做饭 什么家务都不会 这就不错了 能做那么多菜 好 你还可以提一个 你最关心的问题 继续了解 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会经常的出差 大概一个月 大概会有两个礼拜要出差 那我不知道说这样的生活 你们OK吗 谢谢回答 就从左边看 17号 你出差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就是我 因为我生活在丽江 我的生活是比较悠闲的 我希望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就是你在不工作的时候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陪在我的身边 郑孝美 对 男人出差是我可以接受的 但是最好的是 你出差的时候也可以关心我 然后给我常常打电话 就是可以的 林莉莉 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平时生活也是比较充实 好 三个女孩回答完了 你要做出最后的决定 坚持选择心动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独自回去 另外两个女孩 你可以顺利带走一位 想清楚 可以直接上去 决定了 决定了 在你之前只有一个台湾的男嘉宾 牵手成功 你今天是第二个 真感动的了 你知道他在条线吗 如果你想跟他一起在一起的话 总有一天 你要做那个地方的 他要找个长度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网络爱琴奖创线 新鲜线送出的爱琴海布鲁 恭喜女嘉宾获得了 我觉得你很厉害 然后我也很想去这个地方 马上国庆了 要来 哎呀 我在想 我下次 我立江去过大概两三回 再有机会去立江的时候 看看那个朱霖那个店 他说他的店 现在已经要提前四个月预订 才能住你 他那店是吃饭的地方 还是住的地方 西厨全包 客栈都有 是吧 我说我嫁回去的时候 要看他那个店里面 有没有挂他俩 然后店里面现在还有个服务 每天晚上八点钟到九点钟 点起篝火 就来一群人听朱霖 讲那《非诚勿扰》的故事 好 祝福他们 也希望他在立江的那个店 能够越来越火 下次我们可以到那去考察一下 对吧 下个礼拜去 我们也可以做一次这个 这个在做生意叫什么 开公司叫客户回访是吧 好 好 好 对 我们也可以回访一下 对不对 棒 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 我们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 编辑短信81166 加女嘉宾编号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他们留言 想要征婚交友的朋友 可以登陆我们官方网站 和江苏卫视指定婚恋网 百合网或者QQ家园 真爱网报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追求你们的幸福 节目最后感谢步步高音乐手机 感谢娃哈哈营养快线 感谢奥康协业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帮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